大家好,我是仙仙阿嬤 今天来炒这个卤笋,炒这个素鸡 女儿说每次都吃卤的 我就炒了,我给她吃 她说炒的很香也很好吃也不错吃 这个吃素的人也可以分享给他们 那卤笋我今天买的是细的 那你要买粗的,粗的要汆烫过 那今天这个细的就不用汆烫 直接炒一炒,很快 不要五分钟,全部就搞定了 很润哦,你看,这个就老了一点 你们就这样走 这很简单 你看,本来就是切片 切片我觉得吃起来口感没有那么好 这滚刀先给它抹一点点盐 抹好了,滚刀行嘛 差不多这样 我觉得滚刀行比切片好吃 它这个也不会很稀有 好,那我们把姜片放进去 薑片,这个要表 好,我们的姜片这样可以啦 那我们切的这个素鸡,全部给它放进去 这样的,你看,切到有这样有青黄色的 那来烫汤 好,来,我们给它放进去 我鲁笋有放多了一点 好,放进去 放好有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不要放太多 还有酱油一点 你看旁边有酱油香 这个是我阿嬷自己做 里面有番茄酱里面就自己去放 看里面要放多还是少 因为阿嬷今天东西有那么多 可能要放这样多 炒一下,口口也开大了 配的颜色比较漂亮 就这样子炒喔 很快,这道菜就是这样 放一点点胡椒纹 放一点热的开水 淋下去 如鲁笋比较不坏 阿嬷比较快炒 好,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 测试一下你们的味道 放胃室 阿嬷都有习惯,他放胃室 好 你们不放耶,没关系 因为很多人说阿嬷为什么要放 因为很习惯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样 一道很简单的菜 我把它关掉了 这个好下饭好吃 鲁笋炒这个素鸡炒好 你们可以试看看 很下饭 这个带便当也很好 每一样,你们都试看看 喜欢吃的话 不午时就坐来吃一次 不喜欢吃就吃看看 一次就好了 被阿嬷骗一次就好了 好,希望你们喜欢 今天就拍到这里喔 订阅先生大杂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